香港衛視前總裁林文鋒被判無期徒刑 全隊李克強下毒 武警上海司令陳元消失 上海車華酒店有蛇 旅客淑稅被咬傷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12月5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日前香港衛視前總裁林文鋒 涉非法集資案被深圳市中級法院判處無期徒刑 11月29日 深圳市中級法院就民心威非法集資案一審宣判 深圳市民心威投資有限公司 深圳市共信營金融信息服務有限公司的創始人 實控人林文鋒涉雜資雜騙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並沒收過人全部財產 其他11名被告因參與集資犯罪被判刑2年至9年 並處罰金 判決書顯示 2009年11月至2020年7月 林文鋒等人先後設立民心威公司、大運通公司、共信營公司 以P2P網貸和民間借貸形式 向15萬多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386億元人民幣 期間林文鋒等人明知公司資金缺口巨大 仍然繼續非法集資 集資詐騙超過118億元 林文鋒按開審當日 部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特約監督員、被告人家屬 以及集資參與人代表等旁聽宣判 公開資料顯示 2年55歲的林文鋒出生於廣東歼陽 先後在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招商銀行任職 值得一提的是 林文鋒也是香港衛視前總裁 但大陸媒體報導裡都沒有提及這個職務 2016年12月27日 香港衛視董事會一致通過決議 任命林文鋒為該公司總裁 2020年7月開始 公信任平台爆煲 大批投資人血本無歸 開始維權 2021年11月19日 林文鋒的民心威投資有限公司 及共信任平台 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被立案偵查 同年11月18日 林文鋒等人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近期中共黨魁考察上海 並視察武警海警總隊 東海海區指揮部 但陪同視察的軍隊高官裏 吳建武警上海市總隊司令員陳元 中共前總理李克強 十月份撤死上海時 有爆料稱李克強被毒死 幕後操控者就是陳元 11月29日 中共黨魁去武警海警總隊 東海海區指揮部視察 中共央視畫面顯示 當時向他匯報工作的 包括王喜武少將 目前他任職海警東海海區指揮部司令 出席活動的 包括中央軍委副主席何偉東 中共東部戰區司令林向陽 政委劉青松 武警部隊司令王春寧 政委張鴻冰 海警局長玉忠 政委李宋德 海警南海指揮部政委王漢波 意外的是 武警上海市總隊司令員 陳元等高層沒有現身 時政評論人士林寶華 贊文分析 陳元和何偉東 是江蘇東台同鄉 受他照顧 但今次何偉東陪同黨魁 陳元卻未亮相 意味著甚麼 或要過一陣才能明白 至少陳元的去向怎樣 值得關注 中共前總理李克強 10月27日撮死於上海 據稱與陳元有關 前大陸媒體人趙蘭健 10月31日透露 他接獲爆料 相信李克強是被毒死的 下手的人是上海武警 操縱就是武警上海總隊司令員陳元 爆料還特別提到 陳元和黨魁的親信 中共軍委副主席何偉東 和為江蘇東台老鄉 似乎有意暗示李克強之死和黨魁有關 其實在李克強死後的第二天 類似消息就已在網上流傳 不過亦有不少分析人士對這個爆料提出質疑 近日成都一名女士花費2,500元人民幣 入住上海外灘奢華的W酒店 但在30層樓的客房裡睡覺時被蛇咬傷 12月2日成都的吳女士 在社交平台上發文清 4月29日 她在上海外灘W酒店30樓的一間客房內睡覺時 意外被蛇咬傷 吳女士表示 早上大概10點多左右 她覺得左肩膀突然被一些東西咬了一口 右手一爪捉了一個冰涼滑漏的長條動物 心裡一驚 想到是蛇 馬上頭皮發罵 順手把蛇丟到床下 她在半黑暗中見到 這條蛇約3、40公分 開燈後發現蛇經轉到床下 只剩下部分尾 蛇身大概是黑白條紋 吳女士立即打電話給酒店前台 說自己被蛇咬到 10分鐘後 酒店派兩位穿著西裝的男士 翻嘴下床墊 但沒有找到條蛇 之後酒店方面派人送吳女士去龍華醫院就診 醫生見到傷口說 沒什麼大問題 應該是被無毒的蛇咬傷 當日吳女士急於回成都上班 酒店方面 在當日晚上 將2500元的房租退回吳女士 但後續賠償 雙方沒有達成一致 吳女士表示酒店方面說沒有找到蛇 賠償事而由保險公司負責 保險公司說只能賠醫藥費300元 酒店方面提出再住一晚送兩萬積分 或享用免費晚餐和SPA三選一的賠償方案 被吳女士拒絕後 酒店方又表示可以給4萬積分 選住其他酒店 吳女士對酒店方面的處理方式很不滿意 她表示自己的要求很簡單 即是希望得到酒店方面誠懇的道歉 並且調查清楚蛇的來源 不再令其他客人遭受同樣的傷害 事後該酒店一位工作人員對媒體表示 目前已將攝氏房間封鎖 但尚未發現存在異物痕跡 事件還在調查中 酒店一位值班經理則表示 自己不方便多說 請等候酒店的官方回應 今日的紀元頭條就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的Channel繼續營運下去 我是雪兒 再見